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2月4号开幕的还有16天了 从昨天1月18号开始 北京冬奥村冬残奥村正式启动了闭环管理 由此也拉开了运行时间长达两个多月的北京冬奥村的工作序幕 经过国际奥委会的批准 北京冬奥组委发布了北京冬奥会的竞赛日程中版 北京2022年冬奥会将于2月4号开幕 2月20号闭幕 根据赛程安排 最先登场亮相的是冰湖项目会在2月2号 就是开幕式的前两天率先开赛 当晚将会进行的是混合双人项目的循环赛 其中的中国队将会对着瑞士队 这也是中国奥运军团在北京冬奥会上的首秀 2月5号将是北京冬奥会首个金牌日将产生6枚金牌 首先将在越野滑雪赛场上掘出 那么当晚19点开始进行的短道速滑比赛 中国短道速滑队有望在混合团体激励项目上 冲击中国冬奥代表团在北京冬奥会上的首枚金牌 2月20号14点30分开赛的越野滑雪女子30公里集体出发项目 将会是北京冬奥会产生的最后一枚金牌 当天晚上北京冬奥会将会在鸟巢举行的闭幕式之后落下大幕 北京2022年冬奥会共设7个大项15个分项和109个小项 是历界冬奥会中的设项最多的一件 而我们中国冰雪竟然基本实现了全项目参赛 我骄傲啊 刚才我们也说了 中国冬奥军团在北京冬奥会上的首秀是冰湖 今天咱们的冬奥知识小课堂 咱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冰湖的那些事 这冰湖考验参与者的体能与脑力 展现动静之美取舍之智慧 被誉为那冰上的国际象棋 1924年啊 冰湖所谓表演项目被纳入第一季的冬奥会 运动员们对着一个10顿顿刷刷刷啊 是很多人对冰湖运动的最初印象 可是你知道吗 看似只是用石头磨圆了做出来的冰湖 其实造价不菲啊 在国际大赛当中使用的冰湖呢 每一只价格是在12000元人民币左右 一套上等的冰湖呢 差不多要花费18万元人民币 那么问题来了 这冰湖为什么会这么贵呢 它的材质和工艺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那么问题来了 冰湖为什么会这么贵 首先它的原材料比较特殊 从比赛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 想要让冰湖停留在银垒原心附近 离不开双方冰湖的碰撞 而这也就意味着 用来制作冰湖的石头 在低温环境中不能被壮裂 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冰湖石 来自于两个地方 分别是苏格兰的爱尔萨克雷格岛和北威尔士 它们的花钢岩颗粒很细 并且不含云母 人们在长期的实践中发现 利用这种独特花钢岩制造的冰湖 抗壮度是一般花钢岩的三倍 等人时开采过后 就到了冰湖的制作环节 而这正是它价格昂贵的第二个原因 这第二个原因就是制作工艺复杂 人工成本高 制作冰湖老公分为八部 而且八部里的每一个环节 都离不开工人们的细心操作 据说想要生产一套冰湖 需要五名熟练工人 耗时三天才能够完成 并且目前世界上只有三家公司 可以制作出高质量的冰湖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 为什么一个冰湖能卖到上万元的价格 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冰湖虽然贵 却是一次性的投入 冰湖横久远一个能用一辈子 关于冰湖比赛再多说两句 各位知道比赛当中 运动员们要大喊擦冰的原理是什么吗 这个我还真的是了解过 那么和其他比赛观众的 血脉喷张的助威呐喊的场面不同 冰湖场上的吼叫大多来自运动员 打到关键球的 或者非常难以处理的情况之下 往往队长都会大声的大喊大声吼叫 大喊大叫的通常是投湖和指挥队员 喊叫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给给予擦冰队员擦冰指令 第二就是因为冰湖场地大约是44.5米 不喊是真的牵不牵 答对了 你说这枪运动也挺费嗓子 另外的冰湖比赛的时候 我们时常会看到运动员擦地板的动作 这对运动员来说叫扫冰 原理在于通过快速的摩擦 可以让冰湖场地上的小冰点形成一层肉眼难见的水层 这薄薄的一层水可以降低冰湖与冰面之间的摩擦 使其速度不容易降低 而擦冰位置的不同 还可以让冰湖朝着队员射响的方向来行进 最终影响湖的停留位置 好了 那关于冰湖呢 因为实际今天咱们的课就上到这儿吧 冬到求课堂 咱们明天继续 嗯哼